你们想不想成功 想不想 你要怎么样的一种成功 成阿罗汉 对吧 成三国胜者 二国胜者 出国胜者 体征延企 看看自己过去是 现在这未来是 没有什么 克服一下心里乱糟糟的 心烦恼 如果说我们不想成功 那是虚伪的 你一个人如果是 很努力的做一样事情 做了过后告诉自己 我什么都不要 那个是虚伪的 只有两种人 可能不要成功 一种就是 他是虚伪的 他家家讲他不要成功 另一种呢 就是他真的是 很特别很特别的人 就是呢 无理无睹 漫无目标 也会去做一轮的 对吧 不会的 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不会做出一个 没有价值的付出 这是很正常 所以如果说修行 不想要得到什么东西的 那个是不对的 但是是得到吗 现在我们要讲的 我们的成功 只不过是 是另一种得到 得到什么 这种得到 就好像一个爬山的人 他背上背着很多的垃圾 他要得到什么 他要把他的垃圾丢掉 这个就是他的得到 他得到的是一个 轻松 没有负担 把负担放下 那就是我们的得到 让我们苦的因素 我们放下 这就是我们要得到的 所以这种得到 跟世间的得到不一样 世间的得到是 占有越多越好 越复杂越好 越神奇越好 但是修行的得到 是把那些复杂放掉 得到的是什么 单纯 清净 快乐 你看我们的 西大多太子 当他坐在 菩提树下 树下的时候 要开屋之前 他下了大的决心 如果我不成佛道 不及此做 那你是不是说 他有很强的贪欲吗 不是很顽固的 执着吗 不是 为什么他会 下降他的决心 而且他真的成就 原因只有一个 不是渴求不渴求的事 是你怎么求 你是带着贪欲来求 还是你只是一个 很单纯的愿望 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好的 我要奋斗 我要为他努力 所以我们的西大多太子 他是很强的 他觉得 我就是要了生脱死 我就是要成佛 他就这样子 所以 他发了这样的愿 下了这样的决心 甚至你可以说 他有很强的欲 可是他成就 为什么 真的 欲 这个是好的 我对 我奋斗 你是真的 你要 可是你是抓取 是执着 这是罗巴 贪 Janda本身呢 它是 它跟善的因素在一起 善的心所 它就是起 加强那个善的心所的力量 它跟不善的心所在一起 它加强不善的心所的力量 可是如果是罗巴 罗巴就是不善的 罗巴是贪 它是不善的 所以不是说 我们不可以要成果 是你不可以贪 好 怎么分别呢 这个是一个难题 你要能够分别呢 你要修到 修到 能够观明法 直接看你的心的状态 这个是准确的判断 哪一个是 怎样是Janda 怎样是罗巴 如果你的 你的药 让你痛苦 让你患得患舍 得到 你就开心 得不到 你就苦 然后 天天在那边紧张 如果是这样 那你应该知道 你的心 一定是要贪了 那你就放 因为真正的Janda 它可以很清楚 就是要而已 就像我从这里 要走到那边 但是我不会因为 路途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苦恼 苦恼没用 走就好了 在这个过程中 你只是去努力 好 这个让我们明白什么 并不是说 成功不可 为成功奋斗 是你懂不懂 成功的意义 这是关键 要成功的人 如果不明白 成功的因 那就苦了 你要这个 你给他自己 做一个苦的因 你怎么办 这个 你不要觉得 师父很长期 有的人 已经听我讲了好多年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有些听了两三年 四年 你还没听懂 我有学生发微信 给我很苦恼的 他说 我原来就是很紧张 结果还是那样 结果我看到 哎呀 这个可怜的学生 他从远方发微信给我 还是那句话 大家听完了这么多 听了这么多年 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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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了这么多年的因果 你只懂了没有 老实了没有 没有人能够跨越因果 没有 佛陀都没有可能 佛陀要度众生 也只能够照因果的法则度众生 佛陀都没有办法用神通 去让释迦族 不要被人家杀 没有 因果 释迦族的因要成熟 佛陀不能做什么 所以如果佛陀没有办法 违背因果做事 那谁能够违背因果做事 我们怎么能够比佛陀还要厉害 不可能 我们佛陀都没有办法违背因果 那我们怎么可能违背因果 不可能 那我们的老实就好 老实呢 就是我在音上努力 在音上下功夫 多去研究因果法则 每次听法 师父在讲法都在讲什么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从几年前到现在 天天讲的内容 还不是在讲因果 喜悦 你们一定要做快乐的人 因为不快乐的因 你懂阿比达摩 不快乐的因就是苦受 苦受就是苦因 苦受只有在你的称心处 称心是才可能生起的 所以那你就明白了 你一生起苦受 你一难受一痛苦 你造苦因 你一不快乐 你就要马上警惕 你要有那个正念 马上 OK 不对 学佛你可以不快乐吗 你就是不快乐 才进来学佛的 你学佛的过程中 加重自己的不快乐 那你是造苦因 那摆学了 那你每一天 那你每一天 越学离佛越远 越学离法越远 越学离神团越远 离三宝越远 那所以有些人就是 越修越学佛越痛苦 为什么 他一学 明明你跟他说 因果 讲白了 苦受就是苦因 不可以放纵自己的苦受 一刹那都不可以放纵 马上就要想办法跳出来 那师父已经教你 怎么从苦受中 跳出来的方法 你一定要勇敢一些实践 一定要勇敢一些实践 这个马上 从苦中 从苦因中 跳出来的方法 我们在教你快乐之道 你在受苦 你在受苦因 苦受不可能会让你 更靠近佛陀 更靠近师生地 不可能 苦受在哪一个心里生起 只有在两个 称心中 其中一个苦受 只有在这个称心里面 才有可能 生起这个苦受 这点你们要懂 所以只要你生起苦受 那你就是这种苦因 难过是苦受 伤心是苦受 恐惧是苦受 排斥是苦受 这些都会生起不善的 那些都是属于承击的 那你苦受 你这些东西 你掉进这个苦受 所以苦受很容易判断 因为苦受是很明显的 你要克服那个 很细微的 那个我慢性 可能还有一点难度 但是呢 那个是很明显的 一苦受 我们就马上就难受了 就不喜欢了 那么呢 这个东西你还要沉溺吗 不要 马上就放掉它 所以因果要理清楚 妒忌 会吗 妒忌能够让你更靠近目标吗 不会 那就放掉它 我慢性能够让你更靠近目标吗 不会 那放掉它 快乐 热受呢就有可能 也是苦因 有可能是善因 这个才说 看你要怎么判断 但是苦受很明显 你一定要把它排除 所以不要掉进难过 心态很重要 心态很重要 不是吉祥尊者也多厉害 是因果了 没有人可以违背 我们是跟你讲因果 苦因 你就是不会结果 不是我们 诅咒你 还是怎么厉害 不是 不是这么神奇 也没有神奇 我们只是把佛多教的法 讲出来 然后你违背了 你怎么可能 有了好的结果 我们来学习 生存的医术 生命的医术 生命之道 其实就是学因果 学这个自然界的法则 那不要违背 自然界的法则 佛多都不能违背 谁能违背 很简单 佛多成佛 也是以自然界的法则 成佛的 又要学 又要违背 自然界的规则 怎么可能 一开始 踏进佛 我们第一件事情 就废掉这种妄想 违背自然界的规则 不是我要做的 我要做的是 要了解 去明白 自然界的规则是什么 然后呢 照那个规则去做 所以 我们应该 好好地努力 学习一下 什么是成功之道 好 就好像你不会去 去树上 踩榴莲 你知道踩榴莲是笑话 在马来西亚人 懂榴莲是怎么指的 都知道榴莲是不可以踩的 踩下来是不能够吃的 你要等它自己掉 自己成熟 那你能做的是什么 吃肥浇水 就是这样 然后把那些杂草清干净 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一对的因 但是 如果 你去做相反的事情 应不做 去做那个果 去追那个果 你肯定不结果 所以一开始就要知道 这个贪图 这个 是不会有结果的 不会有结果的 苦因 你就快快放掉 在这方面呢 我觉得呢 我想到寻法尊责 我就感到欣慰 他这个人呢 是真正的有智慧 真正的 如果要讲聪明的话 是真正的聪明的 他也曾经卡了自己 无理无睹 抓错因果 也曾经因为顽固 人家讲也不听 他也曾经顽固过 但是他有一个天性 他有一个优点 他怕苦 我怎么知道他怕苦呢 从他以前跟我 清理那个伤口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很怕苦 如果是别的医生 护士两下子 就跟你处理 一下子就跟你处理 他很怕我痛的 他很细心 这个会痛的 这个会痛的 很细心 他怕我痛 其实怕人家痛的人 他自己也是很怕痛的 他很怕痛 你看啊 去到一个爬山的地方 如果是Gunongarim 水质多的地方 他就怕了 他怕水质的 哎呀 我说水质嘛 拔掉他就好了嘛 他说不行 水质会钻进我们的那个肛门 很危险 钻进肛门的时候 怎么解决 他讲 哇很恐怖 那时候 人家还是要杀那个鸡 用鸡血塞在皮股那边 给那个 吸引那个水质出来 我讲有这样夸伤吗 但是他就怕 他听了那些谣传 他就很怕 他怕痛 他怕苦 但是他也懂得 怎样不要苦 他讲 我就不要去水质的地方 然后呢 修行他也怕苦 谁不怕苦 对吧 心法顺者怕苦 我修行 他说 很慢 苦还很久 我不要太 他动了一个手术 他就怕了 他讲 人生 很苦 他讲 怕苦 结果他怎么办 他就知道 他很认真的听 什么是阻碍修行的因素 快快要放掉 快要放掉 他只要他一明白 那个东西 一次过 他只要听一次 他明白 他讲 这个不好 这个不好 一明白 就不好 不好 所以我发现到 自从他一下定决心 不要再给自己 耽误的时候 只要你跟他讲清楚 解释 只要他一明白 这个是苦因 那么他这个人 也放得快 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抓那个火 你去抓那个火 会烧伤 很简单的逻辑 不要执着成就 我们要成就 但是不要执着 那你还不懂执着是什么 至少你要懂 执着会让你苦 对不对 那让你苦 你就把它放掉 不要坚持 那个让你苦的心理因素 就是这么简单 你知道这个因素 让你苦 就放掉它 所以一开始来学佛 就要告诉自己 建立起正确 坚定的因果信心 因果概念 自然界 一切物质现象 都有因果 你看哪一样东西 没有因果 你的头发长出来 也有因果的 我可以告诉你 没有因你的头发 会长出来吗 不会 那你这样有什么事情 是没有因果的 你可以讲吗 现在风吹在你的身体上 也是有因果的 因为有这个风扇在转 对吧 那个风扇会转 是什么因 它有那个科学原理 还有那个电 还有种种的因素 对不对 还有那个空间 对不对 也是那个条件 没有一样东西 没有条件 没有条件就不会产生 只有涅槃是不生不灭 不是因缘条件产生的 除了涅槃以外 一确一确现象 都是有条件产生的 那物质世界是如此 精神世界可能不是如此吗 我们问我们自己 就是我们从以前 我们考试的时候 就已经有因果的概念 你有毒 你到考场你就会 没有毒 你就不会 你有悲 你就会答 你没有悲 你就不会 你有明白 你就会做算术 你不明白 你算术就做不出来 这些不是因果吗 是 我们的心都有 那个因果的规则 你有一个东西 你训练了 训练了就会 没有训练就不会 踏脚车也是 你的能力也是 那么 心的表现 能够违背因果吗 没有 好 只不过是 有些人修得比较快 其实他是过去的因 他过去有过这种训练 所以这一次 他一拿起来 好像就得心应手 就像有些人 就是天生就会唱歌的 小小就喜欢 他的那个倾向 有些人小小上台 就不会紧张的 有些人就会紧张 这些也是 不可能没有因的 只不过是因的 有些在过去是 在过去是因 那么现在一开始 以前已经累积了 现在一开始 好像就很得心应手 没有说没有因 有果的事情 这个东西不存在 所以你一开始 你要有很强的 因果的信心 那么接下来 你来听法 就是我来听因果 听师父讲 成功的因果 我们天天都在讲 成功之道 我可以跟你讲 所有的佛法的开示 是什么 其实就是成功之道 佛法的开示 就是在讲成功之道 因果 只不过是这个成功之道 我们着重在讲修行 讲解脱的成功之道 其实呢 如果你的心够灵活的话呢 同一种成功之道 用在世间 也是有作用的 有些只是不同的用法 这样而已 都是在讲因果 所以你带着这个因果的信心 你来学因果 学新的原理 怎样的新的原理 能带给我们快乐 怎样的新的操作 带给我们痛苦 就学这个就好了 真心的学 不要尝试 我要违背自然界的规则 我要取巧 所谓的善巧 就是明白了自然界的规则 明白了对的因 然后呢 懂得用智慧去把那个因 凑得最有效率 组合成最有效率 那就叫做善巧 你尝试打败这个规则 尝试没有因就要果 那个牛你不给它吃草 你就给它打一点荷尔蒙 就要 就要它挤出很好的牛奶 那个就是 那个就是不对的 那个就是要违背了 结果就要付出代价 弄出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所以这个人要明白 所以我们有了这个 我们就问 什么是成功的因 你要有这种态度 我们的菩萨曾经有一事 他一辈子修苦行 那个时候因为 有些时候在苦海里面 就是找不到好的导师 不懂哪一个是对的修行 掉进错见 菩萨也掉进错见 他就觉得苦行可以帮到我修行 可以成功 他就修了一辈子的苦行 那临终的时候 他出现 是什么 地狱 地狱的像出来了 一辈子的修行 我竟然要下地狱 他醒觉到这个东西 是他要下地狱的那个征兆 他醒觉到 我要 一辈子的修行 出来的时候 要下地狱 他怎么办 马上放掉他的 一辈子的 错误的修行 放掉 马上 一放 他毕竟是菩萨 菩萨是不同的 菩萨是生生世世 都做很多功德 很殊胜 心很强 很有力量 他只要把他的错见 一放 他马上就亮起来 然后他就投身到好的地方去 投身到天界去 从地狱到天界 一刹那 他的心一转 为什么 因为那一转心 那一刹那 在还没有死之前的 那一刹那 还是机会 我们的菩萨 懂得 一知道错 马上一放 把握 现在就是机会 他现在 他的波罗蜜 马上又再出来救他了 他就投身到天界去 一刹那 不要小看 那一刹那的机会 但是如果 那个时候他拗悔 哎呀 我摆过了啦 我一辈子摆过了啦 他就带着拗悔死去 肯定堕落苦戒 堕落苦戒 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要小看 一刹那的机会 不要小看 一刹那的机会 但是 因果还是真实不许 他一辈子的苦行 也是有不好的业 也是不好的业 但是他放得快 至少不要让我 一辈子的不好的业 阻碍我 这一刹那临终 那么呢 那从菩萨 一辈子的记录里面 生生世世的记录里面 那一辈子 其实只是一点点 他无始以来 累积的那个功德 除不尽 所以那些功德起作用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向菩萨学习 要有这种心态 不管刚才 不管过去 不管多少年 你戳了多久多久 现在不要戳就好了 现在教你不要想东西 是教你不要在 不该想的时候想 你讲 我以后就迟钝了 我就不会想东西 不会 你能够在 不要想的时候想 不要想 那么呢 以后你的心 也自然会想得很有效率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控制不住自己 不要想的人呢 那个心不是有效率的 那样的思考 心不是有效率的 有效率的心是 efficient 就是 不要想的时候 我不要想 要想的时候 我可以想 这样的心 很敏锐 想得很有效率 想东西很快 做决策 很快拿到答案 很快下判断 为什么 因为他的心 他的思考 是有效率的 要想可以想 不要想可以想 随时可以 open and close 开关 随心所欲 要开就开 要关就关 对不对 就像那个水喉 要开水就可以开水 要关水可以关水 这个就是好的水喉 如果是 一直留着一直留 控制不住的 那个是什么 什么水都流完了 对吧 你不能够控制开关的 那个不是好的水喉 一样一样 心能够训练它 要想可以想 不要想可以不要想 要进可以进 要动可以动 这个才是本领啊 如果那个心 要进进不下来 那是控制不了的心 自己不能够控制 自己的心 那你不是很危险吗 那么心有很多层面 有动有进 对吧 动跟进是相对的 opposite 那么相对的 它是一种 相对的力量 都是相普相成的 真的 是互相support的 所以能动能进 能进能动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一种力量 你的心能动不能进 那个是很弱的心 所以这个是这样子 好 那你就很确定了 我现在训练我的心 训练它 我要它这样 它可以这样 要它那样可以那样 这个是好的 对我的心是好的 因为不能够 掌控自己的心的人 生命里面 怎么找到成功 很快乐 你能够 不要就要 不要可以不要 人家引诱你 诱惑你 我不要被你引诱 我知道这个对我没有好处的 我不要 人家恐吓你 我不要被你吓到 这样子心就强 这样子强就强 我要可以要 我不要可以不要 我可以把我的快乐 掌握在心 自己的心里 我不要把快乐 放在你的手里 这样的心好不好 好 一个人能够把快乐 掌握在自己手里 不要把快乐交给人家 这样子心的训练好不好 好 我可以告诉你 越是有能力 把快乐 掌握在自己手里 掌握在自己心里的 那个人 他越有能力 给别人快乐 因为他不容易受伤 他不容易受伤 他要给人家快乐 就容易了 你看那种 很容易受伤的人 他要人家给他快乐 要人家给他快乐 我可以告诉你 这样的人 都是苦的 就算他去谈恋爱 也是痛苦的 我可以告诉你 他自己都不懂得 给自己快乐 他一直要抓住别人 要人家给他快乐 结果那个 他就好像是寄生虫一样 寄生在人家的身上 就是要 要 一直要得到 要得到 都不能付出 他没有能力付出 这样子的人 你看 都是婚姻破裂的 我可以告诉你 不懂得 自己快快乐乐的人 都 婚姻都不幸福的 谈一场恋爱 也是失败的 我可以跟你讲 谈一场恋爱 也是失败的 我可以告诉你 自己都不懂得 快乐起来的人 很难 很难过一个 快乐的生活 因为他天天希望 外面给他 外面给他 就是不断地要 要 要 然后不快乐的时候 就是人家错 这样的人怎么会有 生命怎么会 活得快乐 不可能 所以 你要懂 你懂得这一点的时候 你就会告诉自己 我训练心 是很重要的 我给自己 找到快乐 这是很重要的 我自己懂得 活得快乐 这是很重要的 这个东西就是 快乐不快乐 都是心嘛 所以我要在心上 训练自己的心 学习一个快乐之道 我一定要明白 这个心是怎么运作的 要明白这个心的原理 我不明白这个心的原理 我要快乐 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荒唐 整个世界的人们 都是过着很离谱的 都在一种很离谱的 的那个追求 又不努力去明白 那个心快乐的道理 心的运作 又要寻找快乐 很奇怪 根本都不懂 它的方法和原理 这个是不可以 你想要做一个 快乐的人生 你都应该要明白 快乐是怎么一回事 你快乐不快乐的时候 是什么东西 在快乐不快乐 你的心对不对 那对这个心不了解 可以吗 对这个心的原理不了解 可以吗 对这个心的掌控 没有能力 可以吗 好 不要讲很高的理想 只讲你要快乐 那你就需要 好好的去研究 去修行 去了解这个心 好 然后加强我 用智慧来加强你的信心 让你有一个信心 去好好的 全心全意的 去做这场实验 一旦你要这样子做 那心就了断了 有一种 这个心我要做 这个心就踏实的多 不要在那个 做的时候 飘来飘去 飘来飘去 做就做 不做就不做 人生就是这样子 没有说又要做 一三心两意 没有一个人 可以成功的 要做又想做 又不想做 三心两意的事情呢 half hearted的事 是不会成功的 你要做一样事情 就是要全心全意的去做 好 你要先确定 我训练心 了解心 是值得的 是重要的 是我生命里面的大事 你确定了这个 你就去做 去明白它的原理 学习它的原理 了解这一切的因果关系 然后这一门的修行 它的成功的因是什么 就了解它 肯定不是烦恼 肯定不是贪真心 一定是清净心 一定是单纯的心 这个单纯 开始是我们把复杂 砍掉 学会这个单纯 你有了这个单纯 以后你可以面对 整个世界的黑暗和复杂 你都不会复杂的 我可以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你是在迷宫 你在这个迷宫 上面看迷宫 跟你在迷宫里面找迷 你是完全不同的 你在迷宫里面就是 你在里面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你转不出来 你不知道那个路怎么走 你在迷宫上面一看 我就看到了 这样子就出了 这样子就走出来了 所以以后呢 一旦你有了这个 单纯的力量 你有了看到的智慧 看到的智慧 体正的智慧过后呢 我告诉你 以后你再看 这个世界的复杂 再复杂的事情 在你的心里 都不会复杂 我可以告诉你 我可以保证 但是你这个单纯 是有能力面对复杂的 这样才有用 如果是那个单纯 是笨笨 傻傻笨笨的 那个单纯是很危险的 走出去就给人家骗了 不会 学佛的单纯 不会让你傻傻笨笨 傻傻笨笨是学佛学不对 我们学佛呢 是开始是要明白 那个原理 你明白了 你就不会复杂 你不明白 它的来龙去脉 它怎么来怎么去 就会复杂 真的 好 带着这个心 我们排除了 我们的那些疑惑 让我们的心 有一个了断 我们要找 我们确定了 生命里面 是有因果法则 在运作 我要明白 什么是对的因 我来研究 我来学习 我来印证 你要去印证 去proof 看看 是不是这样子的 规则 这样的原理 你要去确定这一点 带着这样的心 师父一而再地 在讲因果 一而再去讲这个 只是希望大家有一个单纯的心 老实的心 老老实实在因上下功夫 还是在讲这个 佛陀一辈子讲法 都是在讲这个 都是在讲因果 他可以讲这个法 讲这个法 讲到完还是在讲自然界的法则 都是在讲因果 今天师父也是天天跟你们讲自然界的法则 天天跟你们讲因果 只是希望你们能够确定明白 什么是你成功的因 然后你就在因上努力就好了 那肯定能够成功